大朋友们请坐 好看的小弟小伙们请坐 我是林毅 Vision Pro我觉得就是打工人的末日 中年老板的第二春 这个设备我是春节前收到的 它是我的好朋友李小白买的 因为香港这边这类电子产品是免税的 所以就先寄到我这了 然后后来听说我背回去的话还是要交税 所以我就一直也没还给他 这个是没办法 我这个人从来不占朋友便宜的 反而到现在就用了快半个月了 开始上班之后我也在用 而且我觉得上班之后这个东西的意义才凸显出来 不过首先想长时间戴着这个东西用 还是有些要注意的东西 隐形眼镜这个就不多说了 说说头戴的问题 Vision Pro默认的一根绳的头戴 至少我戴久了是非常不舒服的 也可能我是特利 我一戴上眼镜之后 我就会下意识的往上使劲扬眉毛 来撑着这个眼镜不往下掉 这样持续个半小时 我这眼眶就疼得像是要裂开一样 根本没法久戴 所以后来我就换了包装盒里配的另一个袋子 两条绳的那种 它头顶上还有一根绳撑着 这样的话 我这个眼眶就不会下意识的往上使劲顶了 放松了很多 这问题就解决了 如果有人有和我一样的问题 也试一下换个袋子 找到了这个比较舒适的佩戴方式之后 Vision Pro的实际体验还是挺不一般的 特别是上班开工之后 我觉得它给我办公室带来的意义 远远大于春节假期的娱乐体验 首先它的透传做得非常好 我觉得这是它真正做出来差异化的一个地方 Quest 3也能看到现实世界 但是Vision Pro清晰的多 而且也不像Quest那样 有明显的激变 虽然和肉眼直接看现实世界还是有差距 但这个差别真的不大了 甚至说你带着它读一些小的文字都是没问题的 就是说它过了一个坎 你如果不嫌重的话 真的可以在办公室里头一直不把它摘下来 像Quest 3它就没达到这个坎 你要看现实世界的文件材料 你就必须还是得把眼镜摘下来 这个是个质变的点 我猜Vision Pro把这个体验带到市场上面之后 Quest 4一定会跟 这一点太重要了 特别是在办公场景下 工作最忌讳的就是来回换设备 打断思路 Vision Pro让人能基本看清现实世界里的东西 不用反复摘下来再带上 虽然还是有重量续航方面的问题 但最不能忍的门槛它给卖过去 我是不建议大家长时间带着这个东西的 但为了录这次视频 为了能看到几代之后的一个未来图景 我试着连着几天白天一直带着这个玩意儿 结果发现只要你肉体上能绷得住也是可以的 首先头戴必须得换成那种两根绳的那种 就像前面说的 然后电池要一直插着电源 这样就能实现无限的续航时间 一直带着它办公 抛开肉体的不舒适 只看这种混合现实的办公体验 那还真的是含有点东西 首先我一直没给自己配大尺寸显示器 一直是用笔记本这块小屏幕 唯一一台大显示器 我让给对面做设计的小小弟了 但是带上Vision Pro之后 Macbook就可以扩展出来一块很大的屏幕 而且尺寸距离都可以随便调 这个大家在别的体验视频里头应该已经见到过了 而且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点 就是当你的视野里出现Macbook的时候 它这个连接的按钮是会自动弹出来的 甚至如果你移动你的笔记本 按钮还会跟着电脑移动 融合的非常好 但是这个也只限就是苹果生态的笔记本 你要是换个Windows本的话就不行了 所以说这也是它的一个问题 不过就即便是苹果生态的笔记本 偶尔也会出现按钮没出现的情况 这时候就得在电脑上手动开启扩展屏幕这个选项 难的倒是不难 就是有点破坏沉浸感 然后话说回来 Vision Pro的空间显示还有两个额外的优点 第一个是它完全不会有反光的问题 我的宫位身后就是窗户 平时白天笔记本的镜面屏都会被晃得很难受 但是屏幕显示在眼镜里面 画面自然就不会受到外界光线的干扰了 第二个就是眼镜里面的内容有非常好的私密性 首先MacBook连上眼镜之后 这台笔记本上的屏幕就自动黑掉了 你在电脑上无论写什么 外面都是看不到的 再者 Vision Pro也可以运行应用 这些应用外界通通都是看不到的 这样你就可以高质量的完成一些私密性要求比较高的工作 尤其如果你是老板的话 你还可以不用再担心自己摸鱼会影响士气 可以尽情的在工作中放松身心 而且你还可以把想看的节目放在员工的工位上 自己摸鱼的同时还不够持续的输出压力 鞭策员工去努力奋斗 甚至你还可以旋转眼镜上的旋钮 开启完全沉浸的模式 彻底去到另一个世界 留你的员工在办公室挥洒青春 这不正是领导之道吗 什么叫做育人有数 过两天我就开一个领导力提升的课程 一套课程就卖1145块一毛四 各位老板赶紧来报名 当然说谓正经的 现在Vision Pro这套空间显示的玩法 也有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就是对应用多窗口的支持 这个做好了的话 我觉得能让这种空间显示的生产力增益 再往上卖一大步 现在笔记本扩展出来的屏幕只能是一块 我如果能扩展出三块 四块 甚至把笔记本里面的应用窗口 也拖出来 摆到屋子各个角落 那可真的就是沉浸式办公了 Vision Pro上运行的应用也是一样 现在Vision Pro既有原生的空间应用 也支持直接运行iPhone和iPad的应用 在空间窗口的定位这方面Vision Pro做的是非常惊艳的 各个窗口你摆放好之后 位置都锁得非常准 不会抖动 也不会偏移 可以稳定的把需要的应用摆在需要的位置上 比如我就又想了一个符合老板需求的烂梗 就是把每个员工的工作任务锁在他们的工位上 这样下去转一圈 谁该干什么活 谁的活还没干完 就一步了然 领导力又能上一个台阶 但在这个烂梗里就能看出来应用不支持多窗口的这种尴尬 像我就没法同时开两个文本编辑器 只能一个小老弟头上放个Word 另一个放个Excel 就没法优雅的体现我的领导力水平 如果能像在电脑上那样 一个应用同时开多个窗口 这空间显示的效率才能真正发挥出来 当然在长时间的体验之后 我也发现了一些初代产品尚未解决的毛病 比如最直观的就是Vision Pro戴久了之后 它会在你脸上留下两块红印 根据我的实际经验 两个小时是个坎 就是说如果你带了一个多小时 那摘下来之后 转用两圈 十来分钟 这红印就消了 可如果你带的时间超过两个小时 那它一时半会就消不掉了 特别像我这样 带了特别长时间之后 那它基本上就是半永久 像我坐半个小时地铁回家 到家了之后 这红印都还在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领导力的象征 印越深 领导水平就越高 这么一想 可能就释然了 然后除了重的问题 还有一些细节问题 比如按我们平常使用多个显示器的习惯 扭头之后 看另一块屏幕的时候 手经常还是放在原位 放在键盘和鼠标或者触摸板上 但是佩戴Vision Pro的时候 因为它的交互原理 是通过眼镜上的摄像头来追踪你的手势 所以头扭到一边去之后 手势操作就失效了 因为摄像头找不到你的手了 这个问题 未来眼镜普及之后 用户可能会自适应 也有可能苹果会想个办法来解决 但至少目前还是会有一些割裂的感觉 另一个问题就是前面提过的续航短的问题 想长时间办公就必须插电使用 但是插电的话又千万还得留神 就是说你起身的时候千万别忘了 起来之前得把线拔掉 要不然你就有可能把电池给摔了 但工作时间一久 用户大概率是会忘掉这些事了 所以这个问题也挺麻烦 或者干脆你就别长时间使用 就像官方推荐那样 把电池揣身上 但是这么用也得注意 像我在锻炼我的领导力的时候就吃了亏 因为这个电池它是会发热的 特别是像男性企业家要格外的注意 你如果把电池放裤兜里 那你一定要注意这个电池 把它移到大腿外侧 你千万别让它滑到大腿内侧 因为它发热到最高的时候还是有点烫的 而且是逐渐加强的 它是润物细无声的 像我当时感觉到烫的时候 那就已经晚了 它已经给我加热有段时间了 这就完蛋了 领导力有了 但是根基没了 我觉得这就叫音小失大 我看别人体验的时候 都没说这个细节 所以我要特别强调一下 大家不要走我走过的弯路 真正的领导力不是靠玩这些虚的 而是要尊重每一位团队成员的私人空间 好好花心思琢磨琢磨怎么做大蛋糕合作共赢 千万不要乱学我这种骗钱的领导力课程 别做一个根基垮掉的领导 行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林一 咱们还是下个视频见 没关系我越安安静静的坐在马路旁 夏天也好冬天也好总是会有人在歌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